作词,其他人想要是好的 当一个演员,那场戏的要求是什么? 一个演员是要deliver嘛 对不对 尺度上我觉得 我还没想过 接吻,要不要这些,好啦 OK啦,因为我们本地的市场都是最高 都是到这里而已嘛 如果我接到全罗的戏 我觉得如果剧情需要 我会吧 OK 可是要看啦,要看情况啦 不是讲一拖就拖 我觉得不太适合啦 对,角色方面我觉得我OK 因为我近几年我问我自己 我想当一个怎样的园园 然后我自己找到的答案 我想当一个能够创造一个 很多很多让人印象很深刻的角色 所以我这方面OK 说到最难听的一种评论 就是有人在我面前跟我说 你不适合就最好 听到了那句话之后 我觉得其他人讲的东西都 杀伤力不是很大的嘛 所以大家想批评什么 都是大家说的话 可是我想做什么 我想在到了终点 最重要的是成绩是怎样 好不好看 戏好不好看 我做得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开始大家想 说什么 我会听 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 我会把它收下来 然后去进步 不过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要做自己 觉得对的 是不需要去辜负自己 然后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是吧 对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